歡迎來到2024加拿大號角議帳分享會 我是加拿大號角總監李鴻韜 多謝各位朋友對號角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走到第32個年頭 並且由一份報紙 發展成為一個多媒體的福音體系 多謝大家 今年號角的主題是 闖進AI新境界 號角進步新姿態 究竟號角如何進入科技的新境界 又展現了甚麼新姿態呢 正式為你介紹之前 我們先有感恩的祈禱 主我們感謝你 你引領號角的事工不斷向前 叫我們可以由一份報紙 發展成為一個多媒體的福音體系 今天你又引領我們走進新的科技領域之中 讓我們展現不同的新姿態 感謝主賜給我們眾多的支持者 與我們同行 願你的祝福臨到他們每一位的身上 榮耀爭美都歸給你 奉主耶穌基督聖明 阿門 好了 今次的主詞陣容是非常強大 稍後將會有多四位的拍檔陸續出場 這些主詞 身份和造型都非常特別 包補你意想不到 是哪位呢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眾所周知 今天的AI人工智能科技 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裏面 號角與時並進 跨步邁進最新的AI領域 將新科技應用在各種製作之上 立刻就有些成績給大家看看 首先送上是今年號角的主題曲 《闖進新境界》 這首歌就是我們利用AI科技 即是人工智能科技 配合其他影視製作效果而成的 是號角敢於創新 勇於前進的一個社照 既獨真光指引後各種新科強 錦坦高處已有偽然動力量 創業伺衛波技 戰勇在時公眾無償 劇時福音順息進入各城鄉 無靈暗示範圍有雀神智光亮 無寧暗處有雀神智光亮 基督地復音靈朝漫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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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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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首活力澎湃的好角主題曲之後 我們送上的是好角進步的第一個新姿態 AI新姿態 我們利用人工智能科技而創作動畫 叫做《聖經故事兩分鐘》 將一些聖經故事製作成活潑生動的視頻 使一些還未認識神的朋友 可以對聖經了解更多 送上的是 這是瑞士好輪舍 《闖進AI新境界》 《號角進步新姿態之日》 是利用人工智能AI 以下的聖經故事兩分鐘 就是號角利用人工智能 加上創新科技的製作成果 有一個人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途中遇到強盜 強盜搶了他的東西 還將他打到半死 吊下他就走了 有一個祭司在這條路經過 有一個祭司在這條路經過 雖然見到他 但沒有理會他就走過了 又有一個利未人走過見到他 不過都是照樣離開了 後來有一個薩瑪利亞人來到 見他受傷 就動了慈心 這個薩瑪利亞人 上前替他處理傷口 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爐區 帶他到一間客店裡養傷 第二天 這個薩瑪利亞人 拿了錢出來給店主 跟店主說請你照顧他 所需要的費用我會回來還給你的 究竟誰是好倫舍一個好人呢 不一定是地位特殊的祭司 不一定是懂得律法的利未人 但卻是一個被猶太人鄙視的薩瑪利亞人 這個薩瑪利亞人有憐憫之心 肯去幫助別人 所以耶穌所提醒的教訓就是 你去照樣行 做一個好的薩瑪利亞人 聖經故事兩分鐘 還有浪子回頭 失淺的婦人等等 有一個富有的父親 他有兩個兒子 有一日 小兒子要求父親把家產分給他 他拿到家財之後 就離家去了遠方 有廣東話和普通話版本 很快就會在浩角網站推出 浩角的影視版 浩角進步新姿態 聖經故事兩分鐘 就已經打響了頭炮 跟著是浩角進步新姿態之意 信仰新姿態 哈哈 是你這麼像我 我是今次的節目第二位主持 熟悉李鴻韜的朋友 都會很親切地叫他韜叔 我是韜叔2.0 韜叔2號 你即是說我是韜叔1號 對 我們兩個韜叔同場出現 正好反映出浩角實實在在 掌握到最新的影視科技 創造出這麼特別的視角效果 浩角掌握了最新的科技 即是表示浩角的影視版 聆聽版、音樂版、印刷版 質素都會大大提升 浩角就更加可觀了 這就是浩角進步的意義所在 立刻為你介紹 浩角進步新姿態之意 信仰新姿態 闖進AI新境界 浩角進步新姿態之意 信仰 浩角努力傳揚福音 新近推出信仰機要 趙善基牧師從基礎角度出發 探討信仰問題 七個朋友 我是趙善基牧師 我想和你分享人生信仰的問題 這個四季為何這麼美麗呢 原來因為地球傾斜二十三度半 一直圍著太陽來轉 就有四季的出現 這個世界是因為有神 他大有能力 創造這個美好的世界 萬物都是從神來 那誰做神啊 神是自由永有的 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永遠存在 所以我們看到宇宙萬物 不是隨隨便便出現 是神精心的設計 深入淺出 催眉十足 我們又請到沙華藝術家馬榮章 以沙華展現耶穌所行的其中十二個神跡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仔 又來到神跡十二 今天我們有第六個故事 是五餅二餘 五餅二餘的神跡 記載在約翰福音六章三到十四節 在接近猶太人逾越節的這一天 耶穌度過加利利海 和悶兔上到山上 當時有很多人跟隨著耶穌 在那裏大家都聽取耶穌教訓他們的很多道理 直到天色將晚 是晚飯時候 不過 當時眾人所身處的是野外地方 加上人數大約有五千人 去哪裏買食物給這麼多人吃呢? 去哪裏買食物給這麼多人吃呢? 有一個門徒叫做安德烈 對耶穌說 有一個小孩子 他有五個大麥餅 兩條魚 不過要分給這麼多人吃 哪裏買食物呢? 我一定會想要喝 一批開 我便不會再喝 那裏買食物 那裏買食物 最小是小的 耶穌就請門徒叫眾人都坐好 耶穌拿起餅泥捉謝了 就抹開分給那些坐在那裡的人 而兩條魚也是這樣抹開 隨著各人的需要分給眾人 就是這樣 五個餅和兩條魚抹開分開 山上的群眾全部都吃到飽了 大家吃飽之後 耶穌說將剩下的零碎裝起來 不要造塔的食物 眾人將零碎收集 結果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在沙瓦畫面變化不斷之間 耶穌所行的神跡亦都活靈活現引人入城 神跡十二為你解讀耶穌神跡所殞藏的意義 兩年前在舞台演出時受到極度重創的舞蹈員阿摩 仍然面對著艱苦的醫療挑戰 阿摩父親李勝林牧師 阿摩和他們的家人如何在驚激本土的醫療之路當中找到力量和安慰呢 各位朋友鼎姊妹 好開心能夠再一次在網上谷和大家見面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過去這麼多個月內 今天神給我們透過真理的聖靈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有能力地去經過面對 今集和大家講《希伯萊書》十一章第一節 就是信是對所望之時是有把握的 是未見之時的證據 以及十二章第一節 全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面的路程 在該這麼多個月內 能夠給我們支撐 以及繼續有信心 有能力走下去的 就是神的說話 並且憑藉著神這些說話 是叫我們必須要超越 跳出我們現在這個處境 來看回究竟神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又或者在我們現在要面對的 可以怎樣有能力走下去呢 繼《慕巴的心底話》之後 李勝林牧師再次和大家 否怕《慕巴的心底情》 浩國免費贈送兩本新書 陳心儀牧師新著作 《愚意人生第一事》已經出版 陳心儀牧師透過耶穌所講的比喻 分析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事情 幫助了解比喻的今日意義 根據《猜字迷》以聖經金句做迷面 從迷語角度帶出耶穌生平 根據《猜字迷》迷面句句是精金 迷底字字是福音 只要來到浩國網站 hellomonthly.ca登記 就可以得到新書各一本 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闖進AI新境界》 浩國進步新姿態 加拿大浩國不斷進步 勇於創新 即使人力物力資源有限 仍然敢於闖進科技新境界 開展進步新姿態 我們懇請你為浩國代討 為浩國奉獻 請用支票抬頭寫 CCHC 激例浩國辦公室 又或者到浩國網站 hellomonthly.ca作網上奉獻 亦可以掃描意維碼 直接奉獻 多謝 大家如果想得到《寓意人生第一事》 和《金句差字迷》這兩本書 就要立刻去到浩國的網站登記 是可以免費索取的 接著下來是浩國進步新姿態的第三個姿態 你看我整個造型都非常貼 因為我所關心的 是跟我生活息息相關的時人時事的資訊 浩國每一期都有 緊貼時事掌握社會默薄的民生專題 有時事加號視頻 做得有聲有色 真是要多謝浩國的同工 所以我今次上來的任務 就是要介紹兩位幕後工臣 浩國的總編輯李鄭玉山 和浩國專題兼時事加號的負責人陳少玲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浩國的主編李鄭玉山Helena 在我旁邊就是負責我們每一期專題的特約同工 Shirley 陳少玲 歡迎你Shirley 浩國每一個月的專題都很貼地 又很貼近時事熱華 而且還能夠回應讀者所關心的議題 就好像剛剛 沒多久之前加拿大匯豐轉手給RBC 而我們就在加拿大最後那一天 推出了別以匯豐為題的浩國月報 當時報紙一出很快就已經被讀者搶光 我想問一下Shirley 我們每一個月如何構思和議定這個專題 我們從來浩國月報都是一個團隊的工作 每一期我們都會和Helena 你作為編輯記者 我們倆一起去討論 究竟最近有些什麼是引起關注的 是一些什麼時事問題 我們會盡量去找一些大家都是關心的話題 又或者一些大家應該關心的話題 例如說 究竟利率的起跌 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 另外加拿大山火 就好像說這件事只是發生在遙遠的地方 跟我們沒有關係 其實是影響的 另外就是總理分居 究竟我們重新應該怎樣看婚姻的問題 還有就是匯豐的離開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 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都很想在怎樣可以全面一點去看 不是單角度去看 去深入一點去了解 而還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這個專題還有神的參與 我們每一期都會祈禱去想 究竟什麼是最重要的話題 是對的話題 有時我們想做的專題雖然很有新聞性 但亦有時有爭議性 好像總理和太太分居的消息傳出後 我們就想做一個離婚的專題 不過離婚這個議題 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不是被接受的 遇到這些情形 你怎樣做呢 人和人理解是最重要的 不是旁人可以用三言兩語幾句說話 就可以判斷這件事 所以我就會想最好都是找過來人 當事人一些曾經經歷過這種事的人 去自己現身說法 由他們說真實的爭執在哪裏 譬如我們找到一些離婚的人 今天去回想當年的決定 帶來什麼影響對他們今天 以至是有些人是極力去還回婚姻 而今天是怎樣的呢 另外也有人當年是要離婚 但最後因為信仰而決定重新的復合 並且我們也找了有豐富輔導經驗的社工 去回應 感謝神給了我們這些人 是一個很平衡很平衡的 希望是這樣去回應 向世人去回應這個議題 不說不知 其實我們每一期的專題 起碼都要6000字以上 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又要找資料 又要找一些合適的人做訪問 還要寫稿 絕對有難度 在過程裏你講講你的苦與樂 字數從來都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覺得最重要就是內容的含金量 含金量即是可讀性 我們在當中 你怎樣可以令人看得下去 6000字不難寫 但問題要別人看完你的6000字 才是最難的部分 我們很相信的一件事 一定要有第一手的資料 第一手資料就是來自真人採訪 真人採訪 一定可以令可可讀性提高 找最適合的人採訪 那個人在哪裏 究竟那個人何時會出現 究竟那個人肯不肯答應你的訪問 究竟那個人跟你講甚麼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控制範圍以外 沒有人可以保證 真的我們月中節稿 很多時候月頭的人都未出現 我們就開始失眠 然後再過一會 幾天他都未出現 我們開始連食慾都不振 胃口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因為經常都要有米落鑊 但亦都在當中 才看到神的供應 我們從來沒有米落鑊 有多次是在最後一秒出現 我做了好覺這個七年 從來沒有缺乏被訪者 我深深體會到與神同行那種平安和喜樂 為了讓讀者對這個專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每一期我們都會製作一個時事加號的事物 又是由Shirley統籌的 包括有攝影、剪接 前後期工作都關你事 所以Shirley在這個過程中 我相信你都會遇到很多挑戰 你有甚麼困難呢 寫稿和做影音節目是完全兩回事 但我們一定要學習做不同的媒體 我們都希望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渠道 將時事話題 裡面的訊息帶給大家 你要在影音節目裡面 找最適合的內容 被訪者說的話 以至要配上一些適合看來有感覺的畫面 對我們來說 甚麼都是挑戰 感謝神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希望讀者能夠支持我們 給多些鼓勵我們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的主持陣容真是越來越強大 有韜叔1.0 2.0 3.0 不止 還有4.0 韜叔4號 我在這裡 大家好 大家好 這麼誇張 你從哪裡來的 你是甚麼人來的 我在哪裡來 聽著 背有黃火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再養分 我是新科技機械人 我在哪裡來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所介紹的 浩國進步新姿態之四 飲食健康 裡面有五個主持人 都是來自不同地方的 為了原來談過好意中 衝向感情第一人主持 為了廚房學生 請起下午等 六月來 口感情第一人 沒有錯啦 心理導航主持人 主持林呂凌华 就來自美國侯斯頓 而認識柏金順的主持 馬河慧珠 就是來自多倫多 環保ABC主持趙宇濤 就來自昏哥華 由此可見 只要是合適的專才 毫國都會請他們 從遠到遠來幫手 為大家提供最佳資訊 闖進AI新境界 是浩哥進步新姿態之四 飲食健康 在飲食健康方面 浩哥推出了別開心面的新製作 原來糖果很容易造 主持人李耳蓮 用淺白簡易的方式 做出各款糖果 造型漂亮 比美甘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耳蓮 Anita 上一集我們學過 造棉花糖的製作 今集我們繼續 這個棉花糖系列 今日為大家介紹一款 紅莓果仁尿結糖 食材有 無鹽牛油25克 棉花糖150克 紅莓肝80克 腰果碎40克 腰果碎40克 南瓜子仁40克 奶粉100克 防潮糖霜20克 我們現在開始將牛油用法 將棉花糖煮好 然後才加入奶粉和果仁和乾果 除了原來糖果很容易造之外 還有留意當中油鼻血 帶出一些信仰的價值觀 加上防潮糖霜 加上防潮糖霜 鳥結糖不會禁易沾上外在的濕氣 有了基督信仰 我們也不會禁易沾上外在的不良風氣 陳曉東牧師 發身做廚房學神 分享油炸三寶 油條 鹹煎餅 牛利酥的家庭式做法 大家好 我是陳曉東牧師 我是一個神學老師 又是一個牧師 但是今天 我在廚房裏面 做一個學神 廚房學神 今天我跟大家做一個油條 油條 我們廣東人叫它油炸鬼 但是這個鬼 其實不是真的鬼 而是我們中國歷史上 一個很奸的人 叫陳繪 所以老百姓用炸這個慎愧 來表達對這個人的恨意 這個故事就有一個人類 追求公義的心在後面 油條製作很簡單 首先我們會用麵粉 我看到麵粉的時候 就想到耶穌說的 我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人 必定不和 信我的人 必定不和 親愛的朋友 我希望你能夠找到耶穌 好啊 陳曉東牧師走入廚房 同大家分享 在廚房中如何學習神的道理和教訓 在健康方面 我們有資深心理輔導員 林呂凌華主持心理道學 分享各種上見的心理輔導課題 和我們挑戰 嗨 大家好 我叫做林呂凌華 我是做心理輔導 在這個輔導的過程中 已經做了三十多年的經驗 但最近我發現 我遇到的是很多父母 來要求輔導幫助他們的兒女 因為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兒女每天都是對著電腦上網打機 學業下降 或者甚至脾氣轉化 原來這個網上遊戲和電子產品 已經在影響我們下一代的青少年 以下我慢慢來分析 臨呂凌華主持心理道學 幫助我們如何面對這些生活中的實際挑戰 籌備中的新節目 是認識柏金信 否認柏金信的真實面目 我是Greta Ma 馬河為珠 是北約克傳科醫院 老人部的藥劑師 和白金信教育導師 我們會一起探討幾個題目 白金信病有多常見 以及如何診斷白金信症 有甚麼明顯的症狀 我們知道 白金信症是增長得最快的神經系統疾病 遠超過Alzheimer 認知障礙 發病比例 男性居多 是3比2 年齡越高 患上的機會越高 在初期來說 他有沒有動作緩慢 肌肉僵僵 或者手有震 但不是每個白金信病人都會手震 除了我認識拍金信之外 稍後又會推出環保ABC 環保專家趙宇濤 分享生活中的環境健康問題 我們這個系列環保ABC 可以用一些down to earth 一些實踐性的方向 和大家探討一下 在我們目前這個世界裏 和加拿大境內 就是我們面對環境的挑戰 這些環境挑戰 包括了我們稱之為 生物多樣化的損耗 氣候變化 和很多污染的情況 究竟我們自己 在我們平日生活的裏面 我們又如何可以做些甚麼 令到這些情況可以改善 甚至改變呢 這是今次這個系列 我們想會做的事 認識拍金信 環保ABC 浩國稍後退場 浩國免費贈送兩本新書 陳心儀牧師新著作 《預議人生第一事》已經出版 陳心儀牧師透過耶穌所講的比喻 分析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事情 幫助了解比喻的今日意義 根據差字迷 以聖經金句做迷面 從迷語角度 帶出耶穌生平 根據差字迷 迷面句句是精金 謎底字字是福音 只要來到浩國網站 helloMonthory.ca登記 就可以得到新書各一本 《先道先得》 送完即止 即使人力物力資源有限 仍然敢於闖進科技新境界 開展進步新姿態 我們懇請你為浩國代討 為浩國奉獻 請用支票抬頭寫 CCHC 激禮浩國辦公室 又或者到浩國網站 helloMonthory.ca 作網上奉獻 亦可以以素描意為馬 直接奉獻 多謝 浩國進步還有第五個新姿態 是時候請出我們第五位主持 那就要請出韜叔5.0 但好像韜叔5.0 不在我們錄影廠 我們一直都說 闖進AI新境界 韜叔5.0的出場 一定更加特別 沒錯 韜叔5號在這裏 各位你好 我是韜叔5.0 韜叔5號 我們一直在這裏強調 浩國是善用新科技的 所以 我的出場 都是用新科技的方式 和大家見面 我的任務 就是和大家介紹 浩國進步新之下的第五項 是音樂藝術 即刻為你請出 其中一位主持 是畫家兼設計師陳君濤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陳君濤 這一課 我們是《繪畫聖經》中 經常提及的一種動物 是羊 另一位是水彩大師游榮光 大家好 我是游榮光 Steven 很高興和大家分享 今集的花夢系列 他們在浩國的節目 就呈現在浩國進步 新姿態之五 音樂藝術裏面 廠盡AI新境界 浩國進步 新姿態之五 音樂藝術 音樂藝術 《繪畫出聖經植物情》之後 繼續主持 《繪畫出聖經動物情》 歡迎大家收看 《繪畫出聖經動物情》 《繪畫聖經中的動物》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陳君濤 這一課 我們是《繪畫聖經》中 經常提及的一種動物 是羊 羊在生物分類學上 屬於暴雨類偶提木的動物 《繪畫出聖經》在創世紀四章二節 首次提及木羊 阿伯是木羊 當時阿伯是將羊群裡頭生 和羊的自由獻上 傳統上羊群頭生的羊 是不能剪毛的 因為頭生的是要獻給神 呈獻的祭生是不能有所保留的 綿羊很順服祂的主人 《繪畫出聖經》常以羊群來表達 是神的子民 這次我們示範用黑色的紙 來做一個素描 題目叫做《神的羔羊》 陳君農 他寫的 glowing 動物為主角 講述這些動物如何在聖經中出現 他們的屬靈意義何在 更從藝術角度示範角色動物的畫法 另一方面 水彩大師游榮光 繼續在殷典畫裡中環 分享他的歷年創作心路歷程 為主角色動物 大家好 我是游榮光Steven 很高興帶大家分享今集的花夢系列 記得這幅藍花 構圖在馬來西亞畫幼家裡的花園裏景 我嘗試用遮蓋液 劉白膠在畫面上 造成了寫實和抽象的共用效果 這幅杜鵑花繁造型變化很豐富 實在驚嘆神的造物奇妙 楊福有這麼說 萬物是值著他造的 凡臂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值著他造的 何花是花之中的品德高尚的花 出污泥而不厭 這幅作品是描繪兩朵何花的剛直氣節 清雅的紫藍色調子 將荷花荷葉的高雅氣質更加突顯出來 五雅大福音就這麼說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恩典畫女中環》 從創作中 由榮光領受到神的恩典 也將恩典反射到畫作之中 浩角藝術身姿態又真真實實地走入人群 浩角和全洋畫劇團合作上演 福音畫劇千千傑 在多倫多地區演出 藉著演員的認真演出 畫劇的跌檔情節 將福音信息傳播到每位觀眾心中 很愛 他覺得 他很後悔 浩角和全洋畫劇團合作上演 福音畫劇千千傑 觀眾好評如潮 發揮出 畫劇的最大福音效果 至於浩角音樂版 已經上載的歌曲 有傳統聖詩 全新創作 國語粵語俱備 讓小孩子 arcếp 摩咖啡 聖詩 彩甲 琦 咱去填 告坡 我 請 賣 浩角音樂版 下半年度又會有新製作推出 並請密切留意浩角音樂版 好了,我們金人齊是時候介紹一下我們的浩角網站 對,浩角網站是加拿大浩角的大本營 所有浩角的訊息全部齊備 就等於好像我們的主持一樣,印強馬葬 只要輸入www.hellomonthly.ca 或者用加拿大浩角去搜尋 就會見到浩角網站 上到來浩角網站 浩角內容包羅萬有 這裡有齊浩角的各種內容 浩角影視版 每月上載影視新製作8段 製作認真 質素高超 浩角聆聽版 有粵語和普通話音頻 都是每期浩角精華文章選讀 每月上載30段以上 可以隨時收聽 對視力欠佳的人士來說 更加是一大方便 浩角網站有音樂版 新舊歌曲 傳統聖詩都匯聚其中 拿不到浩角實體報紙 又可以在浩角網站上看完所有內容 連PDF印刷版本都一覽無遺 錯過了前幾期的報紙 一樣可以在昔日浩角中重溫 另外 加拿大浩角 又利用其他媒體平台 YouTube Facebook Spotify 微信 清淨FM 喜馬拉雅等 將部分浩角內容廣泛傳送 浩角福音隨時 無見不隔 大家都見到 加拿大浩角真是盡心盡意地 為福音而努力 別以為我們做這麼多事 人手一定很多 原來浩角只有全職同工五位 其他同工七位 就負責全部的浩角時工了 雖然說浩角的同工不是很多 但是 個個都好像我們這些主持一樣 懂得分身術變身法 同時是兼任不同崗位的時工 再配合其他的義工幫忙 才可以完成這麼多任務 所以我們是極之需要大家的 支持奉獻和代討 大家可以用支票郵寄給我們來奉獻 亦可以上到浩角網站來奉獻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最後為大家送上浩角音樂版 快將推出的一首新歌 袋裡有個銀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袋裡有個銀 你會怎樣做呢 我趕緊走 多謝大家的一首新歌 若有神价 就知主人 有几深厚 百福有份 若无神价 也知主人 三餐不绝 每天有份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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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有什么意义 如何做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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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里袋里有个人 如何用才相书 不要因个袋有人 用走心恨 用我的金 为主福音 多多摆上 抱住圣人 用我的金 让每一份 发过普照 那管远近 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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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世先有真意义 来报印 来奉献 袋里袋里有个人 全流着 情欠为神 用我的金 为主福音 多多摆上 抱住圣人 用我的金 让每一份 发过普照 那管远近 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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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 有个人 全流着 情欠为神 多多多 有个人 全流着 情欠为神 投资 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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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票抬頭寫CCHC基麗浩國辦公室 又或者到浩國網站HelloMonthly.ca作網上奉獻 亦可以掃描意維碼直接奉獻 多謝 好了2024加拿大浩國字像分享會到此圓滿結束了 你對浩國所送上的關懷和愛心 都是我們踏步向前的最大動力 再次感謝大家對浩國的關懷愛護和支持 多謝 加拿大浩國議帳分享會明年再見 願神祝福大家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闖進AI新境界 浩國進步新姿態 加拿大浩國不斷進步 勇於創新 即使人力物力資源有限 仍然敢於闖進科技新境界 開展進步新姿態 我們很請你為浩國代討 为浩国奉献 请用支票抬头写 CCHC 激例浩国办公室 又或者到浩国网站 helloMonthly.ca 作网上奉献 也可以素描意为码 直接奉献 多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